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被人绑架或者还是自己是吗 我们当时一番条例的欢迎 今日敬请收看传奇故事之男友失踪的背后 各位观众大家好 欢迎您收看传奇故事 我是主播金飞 人们常说眼见为实 可是在这个世界上 有些事情却远比想象中的复杂 就算是亲眼所见亲身所感 那也不一定是真的 就比如我们今天要说的这件事 在浙江省的三门县 有位姓马的女士 她和男朋友谈恋爱谈了一年多 这都到了谈婚论嫁的时候 可是突然有一天 随着一个奇怪的电话 她的男朋友竟然就莫名其妙的失踪了 这到底是怎么回事 据马女士说 这件事还要从2014年8月13号说起 那天上午九点来之后 她的男朋友黄海打来了个电话 可是在电话里 黄海的语气却特别的不对劲 听起来好像是很惊慌的样子 早上出门的时候还好好的 怎么才过了一两个小时 就发生了这种事 马女士说 她一开始以为男朋友在开玩笑 还准备调侃她两句 可是还没等她开口 那边的电话竟然就突然断了 这下马女士就有点慌了 她赶紧就回播过去 可是让她没有想到的是 男友的电话竟然就再也打不通 如果真是开玩笑的话 这也有点过了 在一次又一次联系不上男友之后 马女士的心情越来越沉重了 难道说男友真的是遇到危险了 那这事可就非同小可了 想到这儿 马女士立刻就报警了 接到马女士的报案 警方还挺谨慎的 在确定了黄海确实失联之后 他们很快就展开了调查 据马女士说 男友黄海是做建筑生意的 在隔壁临海市承包了个工程 那么黄海这次失踪会跟生意有什么关系吗 如果真是这样的话 黄海可能得罪了什么人呢 然而在接下来的调查当中 警察却发现这事远没有那么简单 黄海的失踪里还有一些不太对劲的地方 首先让警察觉得疑惑的就是 这黄海似乎是个很神秘的人 就在他承包工程这件事来说吧 马女士作为黄海的未婚妻 俩人的关系够亲密了吧 可是马女士对黄海承包工程这件事 竟然是一问三不知 别说工地的这详细地址了 就连工程的名字他都说不上来 马女士对黄海的情况几乎是一无所知 那还有谁可能知道黄海的行踪呢 通过查询黄海的身份信息 警察了解到黄海41岁 曾经有过一次失败的婚姻 还有过两次犯罪记录 一次是因为聚众斗殴 被判了三年有期徒刑 还有一次是因为开设赌场 被判处拘役五个月 那么这次黄海的失踪 会不会跟这俩案子有关呢 警察本来打算先去黄海的老家 问问情况 可是当警察找到黄海的母亲之后 那情况却让人更意外了 四年都没回过一次家 不仅如此 黄海六十多岁的母亲还说了 儿子平时也很少跟他联系 甚至连儿子在做什么 他都完全不清楚 这就有点奇怪了 一个是母亲 一个是未婚妻 按说这俩人应该是黄海最亲近的人了 可是就连他们都对黄海的情况不甚了解 这黄海似乎有点神秘过头了吧 而离开了黄海的家之后 警察呢又在当地呢 对先前黄海牵扯到的那两个案子做了调查 也没有证据显示 这次黄海的失踪跟这俩案子有关 一圈调查下来 警察竟然没有发现任何跟黄海失踪有关的线索 可是这事就让人想不通了 如果黄海真是被人绑架了的话 怎么会一点蛛丝马迹都没有呢 眼看着黄海音讯全无 不管警察觉得疑惑 黄海的女朋友 马女士 以及她的母亲 也是觉得忐忑不安 那要怎么办呢 没想到 就在这时候 另外一个人出现了 黄海失踪之后 这人也是心机如焚 甚至比其他所有人都更着急 那这人是谁呀 他就是马女士的父亲 那马女士的父亲 他急什么呀 什么 还有这么一档的事 对此马女士的父亲说了 可不是嘛 而且他借钱的时间也不长 就在失踪前的一个月 至于借钱的理由嘛 当时据黄海说是因为 他在领海承包了一个工程 需要一点启动资金 还没正式结婚呢 就已经叫上爸爸了 这黄海还真是挺会做人的 不过将近二十万块钱 这毕竟也不是个小数 马女士的父亲 总不会直接就把钱拿出来吧 说出来吧 有人可能会有点吃惊 在借给黄海钱这件事上 马女士的父亲 还真就没怎么犹豫 那老爷子怎么会这么爽快呢 你以为他不差钱吗 当然不是这样的 马女士的父亲说 那是因为在他的心里 黄海还是个挺不错的人 马女士的父亲说 他第一次见到黄海 是在2014年的春节过后 当时是女儿带回家的 虽然是第一次来家里头 但是黄海的礼数却特别周到 而且还很直爽 很像是个见过大世面的人 过去的时候 那些保健品啊什么 都没过去 一定是个学校 可能是跟他总是有一件黑色的了 他有一件都不黑色的 反正就像他就是在那一面的 那就是这个 那不你们就来吃的 这个时候 那个吃的 那个都去旧 都很直爽的 我就够了就够了 那个就够了 搞一点就搞一点 他很大方 这个东西 看得出来 黄海第一次上门 就赢得了 马女士全家人的好感 而在接下来的这个交往当中呢 马女士一家 更是觉得这准女婿啊 还真是不错 别的不说 就说平时有什么 好吃的好喝的 他都忘不了 孝敬老人 虽然送的东西并不贵重 在那站着呢 还有什么好说的呀 马女士的父亲说的很爽快的就把钱拿出来了 没写欠条 也没说什么时候还 甚至都没打电话 跟女儿通歌信 马女士的父亲 就把家里的四万七千块钱 借给了黄海 而在这之后 黄海呢 还陆陆续续来过三次 每次都是以同样的理由借钱 就这么一次五万 一次五万的 总共借走了 马女士的父亲 十九万七千块 这次日子到女婿 各种四项目 说到这儿呢 有人可能就会说了 这马女士的父亲 也有点太大意了吧 俗话说 知人知面不知心呢 就算是拿黄海当女婿 也不能连个欠条都没有啊 就这么把钱借出去 万一以后 出问题怎么办呢 然而对这一点吧 马女士的父亲 当时呢 却表示自个儿一点都不担心 为什么呢 原来黄海当初来找马女士的父亲 借钱的时候 其实也不是空着手来的 他还带来了一件 足以与二十万现金相匹敌的东西 黄海带房产证来的这个意思 不言自明 就算我还不起钱 我还有房子 可以做抵押呀 正是这一点 让马女士的父亲 把心放到了肚子里 虽然黄海一直都是有借无还 但是他在给钱的时候 却从来没有迟疑过 更没有想过 这钱才刚刚借出去一个月 黄海竟然就跟人间蒸发了一样 再也没影了 听了马女士父亲的这个讲述 可能不少人都会觉得大吃一惊 黄海这所谓的失踪 莫不是自挡自演的吧 他不想还这个 借马女士父亲的十九万七千块钱 所以就编了个瞎话 说自个儿遇到了生命危险 然后趁机就跑路了 而在接下来的调查当中的 警方还似乎真的发现了 黄海跑路的证据 原来 马女士曾经告诉过警察 在她的印象当中 黄海曾经跟她提到过 领海市一家叫 开远房产的公司 说自个儿承包的那个工程 就跟这个公司有关 这会不会是个突破口呢 警察很快就赶到了领海 排查了足足一周 您猜怎么着 在这整个领海市 都没有一家叫开远房产的公司 这时候呢 马女士的父亲就越来越不踏实 他也开始怀疑自个儿是不是被骗了 可是对于父亲的这种想法呢 马女士却坚决不认同 他表示黄海根本就不是那样的人 她的失踪肯定是另一个原因 虽然事情发展到这儿 黄海确实是有诈骗的嫌疑 可是马女士的语气 却也十分的坚定 这就不免让人好奇了 她为什么就这么相信黄海呢 假认她这一件事情 也都能告诉我 现在是已经做过错误 但可能 现在跟我一起 也许是姐姐 不像以前那么一样了 原来在马女士的心里 黄海这人可以说是浪子回头 金不换的典型 马女士回应 她和黄海呢 是2013年的5月 在QQ聊天的时候认识的 这俩人的年龄相仿 又都有过失败的婚姻 或许是同命相怜吧 虽然互不认识 但是在聊天过程当中呢 两个人却产生了一种一见无故的感觉 当时聊天的时候 好像感觉她 有些东西好像很 也是很诚实的那种感觉 诚实 这是马女士对黄海的第一印象 因为一般情况下 在陌生人面前 很少人会主动提起自个儿的人生污点 可是黄海呢 在聊天过程当中 她对马女士却特别坦诚 不仅告诉马女士自个儿离过婚 甚至连做过两次牢这种事 她都毫无保留的告诉给了马女士 黄海的坦诚的 很快就赢得了马女士的好感 而在这之后呢 两个人确定了恋人关系 再往后呢 黄海还专门来到 马女士所在的三门线发展 平时呢 对马女士那是一个体贴入微 黄海无微不至的照顾 让马女士感受到了久违的温暖 不过呢 马女士毕竟也不是情窦初开的小姑娘 对于黄海这种有前科的人 她还是犹豫过的 这人真的能痛改前非吗 在她看来 黄海很快就用实际行动给出了答案 马女士说 刚来三门的时候 黄海并不是做工程的 而是在橡胶厂 工作 黄海的改变 马女士说她看在眼里了 像这么一个肯改过自新 勤恳工作的人 就算她曾经误入歧途过 那也是能够再给她一次机会的吧 于是在接下来的日子里 马女士就慢慢的放下了包护 甚至有了再婚的念头 马女士说呢 原本两个人是计划2014年年底结婚的 为了这个黄海把房子都买好了 并且呢 很早就把房产证交给她保管 这样一个人 这样一个人要说这一年来 他都是在步步为营 处心极虑的设局骗钱 马女士说他无论如何都不能相信 更何况黄海买的这套房子 房产证还在他手里呢 为了将近20万块钱 舍弃一套房子 那完全是得不偿失 因此呢 马女士认为男朋友根本就没有必要 为借钱的事玩失踪 那么黄海的失踪到底是意外 还是自找自演的呢 刚才我们说到 马女士的父亲觉得自个儿是被骗了 因为黄海拿了钱之后失踪了不说 口口声声说的工程也根本就不存在 可是马女士呢 他却觉得黄海的失踪一定是另有原因 因为抛开对黄海的信任不说 他手里还有一本写着黄海名字的房产证呢 有这套房子 黄海根本就没必要 因为20万块钱就玩失踪了 那么这父亲俩到底谁的观点才最接近真相呢 马女士手里的房产证显示 黄海买的这套房子是位于温岭市星河镇 镇前路的兴隆小区 有了缺业地址 警察决定到黄海的这套房子里去找找线索 打听到的消息让人很意外 在星河镇竟然就根本没有镇前路 更没有什么兴隆小区 这又是怎么回事呢 难道说房产证上的地址写图了 警察到当地的房产部门进行了核实 那核实的结果就更让人震惊了 然后这个房产证 一句话 黄海根本就没房子 他交给马女士的那本房产证是伪造的 事情发展到这儿在警察的眼里 一切似乎都已经很清楚了 他所谓的那个房产证 也是假的是虚格的 然后他各种说到这里 说林海啊 有什么样的工程 这个那个工程 他经过我们 被全面的责访 全部都是假的 警方认为 黄海的行为已经涉嫌诈骗 他的失踪 很可能就是不想还这将近20万块钱 一件件证据都摆在眼前了 那面对这个结果 马女士一家惊呆了 一想到找不到黄海 自个儿的钱很可能就打了水漂 马女士的父亲那心里是五味杂陈 马女士的父亲是以重地为生 他说借给黄海的那近20万块钱 是他一生的急需 可是急需被人骗了不说 骗他的竟然还是他打心眼里认定的女婿 这就让他心里都充满了悲愤 而这时候呢 心情最复杂的恐怕还是马女士 自个儿倾注了全部信任的男友 竟然是个连父亲养老前都不放过的伪装者 看着父亲愤怒难过的样子 马女士的心里头也是特别的内疚 心里不知道有多少内疚啊 他们因为都是那个好心的 因为我的事情引起 别让他们那么诚心诚意的帮助她的 马女士一家的诚心没有人会怀疑 但是事情走到这一步确实也让人挺感慨的 可能马女士一家觉得对亲近的人 没有必要算得太清楚 借钱写欠条吗 还伤感情 可正是这种信任给了黄海的提供了可乘之机 骗去了马女士父亲一辈子的急需 那么这事到底有没有挽回的余地呢 让马女士一家还抱有一项希望的事 警方并没有放弃他们把黄海列入网上追逃 而幸运的是2015年的8月19号 也就是黄海失踪的一年之后 在江苏和浙江交界的一个高速公路检查点 警方终于发现了黄海的踪迹 接下来黄海落网 事情的真相终于要揭开了 在三门县看守所记者见到了黄海 对于自个儿借钱逃跑这件事 黄海是这么说的 按照黄海的说法嘛 他之所以会想到跑 那是因为他实在是还不起这笔钱 那么当初黄海既然根本就没有承包工程 那他一而在三的借钱究竟是用来干嘛的呢 说起这个呢 黄海的表情就有些凝重了 回想起来吧 黄海似乎是有点悔不当初的样子 黄海说到了三门之后 一开始呢 确实是想和马女士好好的过日子的 为此呢 他工作努力 对马女士也是百万照顾 对老人也是非常孝顺 然而遗憾的是 虽然黄海满怀着对新生活的期望 但是他呢 却不是一个意志坚定的人 之前就因为开设赌场坐过牢的他 2014年的冬天 竟然再一次跳入了赌博的泥潭之中 一个晚上就输了一万多一年 一个晚上就输了一万多 但是更严重的是黄海并没有钱 他输的那一万多块钱 还是借的高利贷 怎么办呢 接下来的事情就可想而知了 和每一个输红了眼的赌徒一样 黄海一步步的就踏入了深渊 最开始呢 他找到了马女士的父亲 借到了四万七千块钱 黄海说这笔钱呢 他本来是打算还给马女士的父亲的 怎么还呢 他竟然想出了一个荒唐的罚子 先前的赌债还了之后 他把剩下的钱又投到赌场里去了 妄图通过赌博赢钱的方式 来还马女士父亲的钱 背离了正道的方法带来的必然是苦涩的恶物 这次从赌场里出来 黄海不仅输光了从马女士父亲那里借来的钱 而且又欠下了一笔金额更高的赌债 于是黄海再一次找到了马女士的父亲 为了不让马女士父亲起疑心 他还稳告了一本房产证 有了这本假房产证 马女士的父亲确实放了心 爽快的就把一笔又一笔的钱拿了出来 可遗憾的是这些钱并没有让黄海迷途知返 他反而越陷越深 甚至都到了无法自拔的地步 输不下来 钱那么多钱 要是这公路钱那么多钱 还可以入围 那些三文是好 又是这笔是好 然后又发失去拿针 一笔有人要找 怎么说得下 就这样 不到一个月的时间 黄海就挥霍掉了 从马女士父亲那儿借来的将近20万块钱 还欠下了五六万的高利贷 事情到了这个地步 黄海彻底慌了 一方面呢 他觉得自个儿根本就还不起这么多钱 另外一方面呢 他也无法面对信任他的女友和家人 那怎么办呢 没想到的是 他竟然打算一刨了之 怕自个儿突然失踪 会引起马女士的怀疑 于是黄海就想出了一个骗人的伎俩 说自个儿遇到了生命危险 之后他换了手机号 辗转过多个地方 最终打算偷偷的 遣回浙江的时候 在高速公路检查点 被抓捕归案 而对这个结果嘛 黄海说 其实他早就有心理准备了 你说你犯了法令 你心理理法令 你能谈得好 有什么不良 2015年11月19号 浙江省三文县人民法院 对这个案子做出了一审判决 黄海呢 因为犯诈骗罪 被判处有机徒刑 7年6个月 并处罚金10万元 虽然黄海最终为他的行为 付出了代价 但是对于马女士一家来说 受到的蒙骗以及伤害 恐怕是不可逆转的了 其实回头再来想想这件事 黄海的这谎言嘛 并不是天衣无缝的 无论是所谓的承包工程也好 防战证也好 只要马女士一家 能多个心眼 稍微打听一下 或者是到实地去考察一下 黄海的谎言就能够被戳穿 可为什么黄海就偏偏能够得逞呢 黄海的恶劣行径 自然不用说 马女士一家其实也有点大意了 所以说呀 不管是亲人之间 还是朋友之间 只要涉及到金钱往来 我们最好还是留个心眼 该核实清楚的 要核实清楚 该立的字句 要清清楚楚的立好 所谓亲兄弟明算账 牵扯到钱的是 掰扯清楚一点 不仅仅是为了防止 别有用心的人钻空子 也是为了最大可能的 保护自己的财产安全 好 各位观众 非常感谢您收看今天的传奇故事 如果在您的身边 有什么新闻发生的话呢 欢迎您通过屏幕上的联络方式 告诉给我们 好 我们大家一起来关注 好 各位观众 再见 明镜与点点栏目